所有博主答应我认认真真的去看你的评论区 你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收获 就是我在我的评论区里面看到了一个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自己 但是这条评论真的是太牛了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满分的原生家庭出身的人 因为从小到大我父母对我非常非常宠爱 我不是独生子女 我还有一个弟弟 但是我爸对我宠爱的偏心程度达到了 他拆迁分了三套房子 三套房子全给了我 我弟弟是一套都没有 就这个格局 不是说格局 就是这种分配方式吧 就全国可能也是凤毛麟角 这不为过啊 然后我一直觉得我的原生家庭是非常非常圆满的 因为我父母非常爱我 非常支持我 但是呢 我又有一条视频讲到了 就是我为什么就是一谈恋爱就结婚了 然后这么多年就是没有赚到钱 但是其实我的工作就是 可以接触了很多成功人士 但是我从未因为我的工作而捞到过钱 就是怎么说呢 我现在的财富跟我的这个原生家庭 和我的经历来说是非常非常之不匹配的 然后有一个粉丝就提出来说 是不是你爸爸妈妈从小对你的教育在两性上面是非常严格的 真的就是 我小的时候啊 我爸妈是一不允许我喝酒 第二不允许我跟男生有稍微一点的接触 第三就是 外宿啊什么的 就是大爆炸 我爸会炸掉 就是我从来没有住到别人家里去 就是我爸认为 就是你不可以脱离我 我对你的这个控制 还有一个就是 我初三 然后就是毕业了之后 不是大家有个聚会吗 然后全班同学都去 老师都在 我跟我爸请了假了啊 然后我晚上九点半 是最早一个离开那个派对回来的人 而且是报备过的哦 我爸他发雷霆 让我在一楼跪到了天亮 我早上就是跪到早上的时候 浑身全是蚊子包 因为是大夏天 我差点在一楼的天台被蚊子活活吃掉了 我爸说你就得记住 不要乱玩 乱玩就不是好女孩 巴拉巴拉巴拉的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困扰 就是在我以后的 对于两性的这种关系当中 我从来不可能有模糊的两性关系 要不然就是男朋友结婚 要不然就是说普通朋友 要不然就是 就是你给我发微信 让我感觉到有一丝丝不是 你有对我是好 都不是追求 是好我会立刻把你删掉 所以就是我有很多次发财的机会 就是因为我太强太强的道德感 两性道德感 一直都没有发财 其实女性在这个社会上面打拼 不是说一定要跟男人干嘛干嘛的 就是其实是可以做普通朋友的 我没有这根神经 我到现在不知道 其实我是可以跟别人做普通朋友 并且捞到一些好处的 所以我跟你讲 我突然就发现 就这个粉丝他太牛了 我一直都以为我的文人家庭是满分的 其实就是我爸在这方面 就是其实对我道德感控制太强的时候 导致我有一些缺失 还是不凌一点 对我说的 有些人